这次有一个网友给我留言说想看一下这个无人升空这个游戏的运行的效果 然后因为这游戏我也不太会玩 所以只能是打开看看这个游戏的速度啊等等这各方面了 因为我把游戏放在了移动硬盘上 所以这个加载的速度简直太慢了 所以我把这个加载的过程都给剪掉了 进到游戏里之后我现在是把游戏锁定在了30帧 可以看一下这个效果设置 图像我选的就是高高标准高标准标准这样设置的 然后可以咱们先看一下把它设置成一个高效果看一下 然后重启 先不要重启了 然后把这个帧数帧数最大值解锁一下 看看 到66了 到给它设置到60看一下 因为这个游戏不支持手柄 好像只支持这个键盘和鼠标 然后所以现在用的是这个鼠标的模式 键盘鼠标的这个模式 但是我发现这个键盘鼠标的模式对这个游戏里边有些键支持的不对 比如说E键,C键,Table这些 我觉得可能最好还是把通过一个就是 摇杆映射键盘鼠标的工具 把它映射成一个键盘 这种会比较好 现在是我开到这个高效果吧 然后大概可以看到四五十帧 这个游戏是可以玩的 这游戏我不会玩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能走 只是大致试了一下 因为这个游戏 它的这个 视频的设置也挺 也选项也挺多的 所以可能也要慢慢的调一下看看 如果把画面调到最低的标准看一下 要重启 但是好像有的效果是没有起效果 但是有一些效果是已经起顿了 因为明显看到帧率已经提升上来了 然后这个游戏呢 就是有这么个问题 它是用ValcanAPI做的 所以像有些模拟器游戏师的 进入的时候会编译这个流理线 我先卡一下 好像一出现新场景啊 新的这个怪物什么的 就都会卡一下 但是卡过之后就就好了 懂不懂这游戏 到底是玩什么 这是一个特别全是雪的星球 就收集各种资源 好像就收集各种资源 这是什么 好像要按键盘上的键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